随着香港与内地全面恢复通关,餐饮业复偿,肉类、海产、速冻食品、米面等需求增加,有关民生物资的物流订单逐渐增多。 2月27日下午,中心设计者来到有香港民生大仓库之称的华润物流沙田冷仓,看到在零下20度的冷冻仓内储存着肉类、海产、速冻食品等产品。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,沙田冷仓日货物吞吐量约7万件,冷冻类食品储存量约占全港20%,自两地全面恢复通关后,香港连锁快餐店、航空公司餐饮承办商的物流订单开始增多。 还有一些是酒店的服务商的,他们的走货的周转都逐渐多了起来,意味着香港的市场正在逐渐恢复活力、恢复正常。 随后,记者在华润万家旗下的超市看到,货架上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瓜果蔬菜。 华润万家总经理徐良介绍,这其中一半以上的产品都来自中国内地的不同城市。 此外,一些内地网红零食也进驻香港超市,颇受市民欢迎。 他表示,目前不少内地供应商来与他们洽谈业务,更多的内地食品品牌将进入香港超市。 那传统的民生的一些产品就非常多了,蔬菜大部分,水果也一半以上,包括现在的东北大米,包括网红产品,螺丝粉好几个品牌都有,销量都非常不错。 最近呢,我们这个国内的供应商就来了好几波了,国内的这个无穷,就是一个零食,像猪黑鸭,这几个品牌都已经进来了,就非常快地进入了香港市场。 许亮表示,随着两地全面恢复通关,两地人民的往来也越加密切,未来他希望通过与内地食品公司的合作,让更多中华美食进驻香港的连锁超市,让香港市民了解中华饮食文化,也让港漂青年们能品尝到来自家乡的风味。 一个是满足我们港漂的这种思乡之情的这种需求,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这部分产品呢,介绍给香港的市民,了解是热爱的开始吧,让更多的人,更多的香港人,更多的国际友人,在香港这个平台上,多分了解中国的特产,中国的食品,中国的味道, 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宣传中国都是很有帮助的。